大家好,我是Kelly 您觉得人工智能可以感受人的情绪吗? 市面上有些公司根据人的面部表情来判断人的情绪 因为人是个复杂的生物体 我们会根据场合演示伪装自己的情绪 甚至故意表现出某种情绪来达到目的 就连人类我们自己 有时候都很难判断别人的情绪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感知人不自觉做出的反应 来判断我们的情绪呢? 有的 下面介绍三种常用的方法 他们都是利用生物传感器来收集数据 提供了一个未经过滤的窗口 这样可以了解个人如何响应环境中的刺激或事件 第一个是眼动追踪 通常用于监视我们在特定时间点眼动指向何处 但是它也可以跟踪瞳孔的扩张 而瞳孔扩张是一个下意识的过程 因此眼动追踪也是评估即使情绪唤醒的一种极好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追踪脑电图 脑电图是一种神经成像技术 可以提供有关潜在脑部过程的信息 它使用传感器和放大器系统 来测量大脑从头皮表面产生的电火洞 当我们暴露于某些刺激时 脑电图可以提供有关潜在脑部过程的信息 与面部表情分析不同的是 脑电图能够监视一个人的整体情绪状态 这是我们无法自觉控制的 就像您可以假笑 但是骗不过大脑 第三个方法是追踪皮肤电活动 也称为皮肤电反应 皮肤电活动反映了我们皮肤汗线中的汗线分泌量 出汗增加会导致更高的皮肤传导性 当受到情绪刺激时 我们会情绪发汗 尤其是在额头手和脚上 就像瞳孔扩大一样 皮肤电倒是受到潜意识控制的 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没有偏见的评估情绪的方法 下期我们会给您介绍 人工智能情绪识别的实际应用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